viv bones 美 disorders hythm wah 美好 祝福了你 全印尋 毋ask 离开 这些min we shall share 把魔鬼选、魔鬼都说 神al 魔鬼有明显 魔鬼那些看电影 但是 本来在 不是真实的情况 电影那些是作出来的故事 但真实的邪灵的境界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境界 有很多时间我们 邪灵的境界 我们根本不知道 想不到会忽然有的 其中安卡罗的聚会 就是我去经历圣灵的 从亚根平来的那个人 在聚会里面 不是一两个人有邪灵 是几十个人有邪灵 我在那个释放的房间里面 在香港特别多一些 其实美国都有 不过那些人我们接触不了 在美国有魔鬼教 玩西人的蝶仙 中国人也有道教 接触灵界那些 在香港就是拜神 很多人去道教的地方 他们在接触的时候 就会有邪灵 有些人尤其是去玩那些 他那些叫做扶机 就是去问 例如拿一些 指示要做些什么 有些人就请那个偶像回家 就是会开光 那个偶像开光 带回家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有邪灵进去 他们里面 什么 开光 开光 就是有一个仪式 令到这个 像 有能力 就是邪灵进去 就是邪灵进去 跟着他来 那些人是很害怕的 他就认识耶稣 他说 我请他来 我一定要 请他走 我说 不用的 你不用这样做 你不用 你不用怕他 我奉耶稣明他就要走 我就将他拿走 但是有些人是很害怕的 我看着那些人 他们就 因为香港特别多 所以 很多时候有些人 又告诉我 晚上见到什么 看到什么 但又不用害怕 我一点都不怕 其实我小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小时候就怕黑怕鬼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 刚刚那时候 你们还没出生 还有很久没出生 香港有个叫 《黎的呼声》 到十二点钟 就有《夜晚奇谈》 《夜晚奇谈》 专系说鬼故 我晚上听完 我就去睡觉 因为我爸我妈都是上班 很晚的 他周时都不在 我就坐在别人的旁边 听完就回去上床睡觉 哇 那些发梦 就经常去洗手间 真的想要去 但是发梦就说去了 为什么去了 还是这么急的呢 在小时候 就经常睡这种梦 还有 有时候被鬼追 当然会飞 自己会飞 但因为飞不起 发梦 思想里面 是很惧怕这些事情 但当我相信耶稣之后 我知道耶稣 曾经胜过邪灵 曾经胜过魔鬼 我逐渐在那种惧怕 而后来当我说到邪灵的时候 发觉 不是我怕邪灵 而是邪灵害我 我发觉邪灵 在接触的时候 是非常惧怕 或者不是怕我 而是怕耶稣 但耶稣在我身上有仇 他怕了我 我一看他 有时候我 叫他打开眼 那个人有邪灵 我叫他看着我眼 一看我的眼 我奉耶稣 吩咐你让邪灵走 那他立刻就很害怕 因为他里面的害怕 所以你 不用害怕 你自己有圣灵在里面 你有神在里面 那些邪灵就跑掉了 其中一个视频我们没有拍 因为整个三个字 就是张佳一 他就 去印度教 跟从印度教 他打坐的时候 他经历很强 甚至人们 当他 当他是 他们那些 Guru 即是印度教的老师 来拜他 求他给他的能力之类 他很有能力 甚至他可以离开 靈魂离开他的身体 去到别的地方 看到人在做什么 又可以驱使人去做什么 又听到他的妈妈 在香港 说什么 做什么 听到 他有这种文明 但后来接触基督教的时候 他就 他听到基督教这么厉害 他就很抗拒 他就说 没有理由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因为我经历这么强劲 你还更强劲 他就不相信 但后来他研究的时候 他就去找书 发觉越来越找就越发觉 越多证据证明耶稣是真神 圣经是神的说话 很多人都是 起初他不相信 但他研究一下 发觉 圣经是神的说话 所以网上有些人 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很耐性地帮他 因为我不知道 谁会信耶稣 我只是继续 把真理告诉他 他们都很厉害的 研究很多 但因为基督教是真神的说话 无论如何研究 圣经里面有真神的说话 圣经里面有答案 真神里面有答案 张家音 后来他就研究过 发觉 耶稣是真神 但他也很难改变 但他有一次打坐的时候 他就看到这些邪灵 他就试一试 叫一下耶稣 他叫了 哇 那些邪灵 突然走完 他就说 你不用走 我不是信耶稣 我只是叫一叫 但是那些邪灵 要走 第二晚又做又是一样 第三晚又做又是一样 他就知道耶稣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所信的 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其他的宗教的领袖 他是一个活着的真神 耶稣是活着的真神 耶稣很明显是任何宗教的邪灵 来到耶稣都会赶出邪灵 有很多人在什么人身上赶出邪灵 我试过拜佛的 我试过拜观音的试过 黄大仙的试过 试过 试过教的试过 因为我没有接触那些回教 Hiley Baker说 去到那些回教的地方 很多时候也有邪灵 也有另一个印尼的宣教士 他就说 在他们接触那些回教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的邪灵 为什么 因为他拜的不是真神 当他拜不是真神的时候 邪灵他拜的时候 邪灵就会接受他的拜 所以他们就会经历到灵界的事 但是我们耶稣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有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去四位去传道 去的时候 你祈祷的时候 你会发觉 身上有人 有些人就会经历圣灵 整个人都会松开 有些人就会经历圣灵 邪灵会走出来 所以我们大家就不要惧怕 不要怕邪灵的工作 但是邪灵工作 我可以告诉他们 最重要不是邪灵附体 很多人以为 有些人都会经历圣灵 有些人都会经历圣灵 凤耶稣灵 邪灵你走 凤耶稣灵你走 是不是邪灵就走了 不是 因为邪灵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这样的方法 邪灵最重要的工作 是令我们犯罪 当你犯罪的时候 邪灵就令你觉得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很不敢见神 觉得我不配见神 这是邪灵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你和魔鬼争战 最重要是你听神的话 走神的路 你有信心 你就会慢慢的邪灵会怕你 他会离开你 其实我以前有试过诡诈 很多次 我又由凤耶稣叫他走 但是现在没有 他们没有再攻击我 所以我们知道 靠着耶稣 我们必能得识 所以今天的信息 如果大家有怕鬼 怕黑 怕邪灵 你不用怕 因为耶稣会叫你得胜 这件事不仅是你得胜 你并且可以靠着耶稣 去救其他人 脱离魔鬼的手 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人 这个见证 我相信我们在座中 有人都记得他 他发了一个梦 很奇妙的梦 就是他的歌 在大陆也同时发到这个梦 这个梦就很奇妙 他发的和歌 发的一样 这个梦是什么呢 他就两只手 一只手就是 有一个白色衫的人 一只手就是魔鬼 一只手就是魔鬼 他在大陆的歌 发明的是 他就是魔鬼的手 另一个有白色衫的人 这个白色衫应该代表 耶稣或者是天使 或者是神使用我们 去拔他 而另一边就是魔鬼 去拔他 就是叫他回到神 很奇妙的 就是他看到这个梦 他的歌又发了梦 他又回来告诉我们 他的歌又发了同样的梦 他觉得很奇妙 但是他离开神 因为世界实在太吸引了